看到让人震惊而且不舍 国民党前立委庞建国 金船坠楼不幸生亡 他凌晨传出了12字 来表达他的愤恨 选择这么激烈的方式 来离开人间到底为了什么呢 68岁的庞建国他苗栗仁 金船有罹患大肠癌 结肠癌 曾经担任北市议员 立法委员还有海基会副秘书长 以及中山大学的讲师 还有文化大学的教授 文化大学也发出了新闻稿 表示说学校师长听到这个消息 都感到非常的震惊 而且最近上课一切如常 但是这个真的非常非常 大家都非常的震惊 整起事件就是在今天早上7点多 金船国民党前立委庞建国 在他内湖的住家坠楼当场死亡 当时这个楼下的邻居 发现之后立刻打电话来报警 而且他的前主播妻子 是在家里面听到碰一声 然后听到邻居的这个说法才知道 原来发生了意外 警方到场初步判定现场是没有 外力介入的痕迹 调阅监视器也没有其他人来进出 研判就是单纯的坠楼案件 目前已经通报了地检署来进行刑事商业 而其实整起状况 其实来看到的是在LINE的群租里头 他传的12字的讯息也曝光之外 从旁建国的领书也可以看到 最后一篇公开贴文就停留在 2021年10月31号 是被好友标记的 名为2021让自己的 让自己开心变健康这样的相簿 现在这个相簿包括这样的一个 你来看这个相簿让人看了 现在真觉得非常的感慨 他本人公开发布的贴文则是停留在 去年10月初的一篇名为 两岸经济荣枯与共的文章 这个二号其实震惊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包含了国民党主席 朱立伦是总算发文了 当然刚刚有提到 包括了赵少康还有很多的 蓝营的一些战友都非常的惊讶 朱立伦他说他沉痛而且不舍 称赞庞建国是一个谦谦的君子 让国民党失去一位充满知性涵养 跟爱国热血的优秀同志 他同时听闻建国兄离世前的证言 他百感交集 面对当前艰困局势 他说他我们更要团结来面对 越挫败越要坚强 敬国兄的话 我们听到也记住了 这回这样子的一个他的发文 但是却是网友好像却是不太领情了 有人党魁的哀悼现在被灌爆 有人回应说庞教授就是被这回选举 双输气到了吗 还有人要他赶快上台 否则是伤害了国民党吗 另外一方面也有人在PTT发文 讨论说现在蓝营分类要多一个 跳楼蓝还是亲身蓝吗 然后说现在跳了三个人 应该可以成立派系了吗 那这样说法是非常不厚道了 然后下面还有人这样说 只有这个蓝营会跳楼非常的诡异 或是嘲讽为了中华民国粉身碎骨蓝等等 不过这样的恶职发文 也被哀轰实在很缺德 怎么会在发生这样的 这种让人觉得很悲伤的事情的时候 居然还有人在PTT带风向 发了这么恶职 没有同理心的文章呢 不过其实消息传出 就是在PTT的正黑板 居然有人讨论起 现在要蓝营分类呢 多一个亲身蓝 这让国民党的议员黄近平听了 非常非常生气 他怒轰 这些人真的是严重觉得 民进党跟民进党的支持者 他绝对不会放过你 你看这个绿营的支持者 就在底下在正黑板 在庞建国的这个消息 传出来之后我念给大家听 这是PTT的正黑板 底下一群绿营支持者留言 还很高兴 他说蓝营人士或支持蓝营的分类 有很多 常见的知识栏 经济栏 深栏 潜栏 战斗栏 还有什么庶民蓝 平民蓝 本土蓝 一堆分类真是令人目不转睛 现在应该新增跳楼蓝或亲身蓝了吧 毕竟在国会或议会 只要有三个同党籍的 就能成立一个党团了 现在跳了三个人 应该可以成立一个蓝营派系了吧 你看多么没有口德 多么缺德 拿高雄市已故的议长许昆源 拿台北市已故的市议员李鑫 拿现在以前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也是市议员龐建国老师 拿他们三个来消费 严重缺德 没有口德 这就是民进党绿营支持者 他们这种还在里下留言很过分 留得很高兴 跳得好 亲身的好 真的没有一点道德同理心 选举结束了 然后还用这样子去消费人家 而且亡辞者最大 是台湾民间社会最基本的善良 到了哪里去 到了这些良心被狗啃掉的人去吗 所以碰到这些事情再加上国民党 你能不振作吗